有天假崩壞 赵皇上以前是我师父 只是我们俩理念不合 所以挪翻了 就这么简单吗 是 那你为什么急着找封朝阳 带你去见皇上 把手伸出来 把靴子脱了 是 师父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你不是太子 说呀 他说我不是太子 公公饶命 公公饶命 你要救救我和公公 赵怀安为什么说你不是太子 他们要我脱了靴子 看我的手和脚 难道太子的手脚上有胎计 封朝阳没说过太子的身上有胎计 这个老狐狸莫非还留了一手 当年是赵怀安把太子送到万马堂 他肯定知道太子身上的秘密 你先起来吧 是 就算赵怀安说你不是太子 你也不用担心 还有我呢 现在复朝阳失踪了 如果我真的不是太子 你岂不是欺君之罪啊 我说你是太子 你就是太子 你听明白了吗 那些江湖乱党所言 根本就是妖言祸重 皇上不会相信他们的 本都早晚有一天把他们一一全部消灭 是 本都现在就去见皇上 让他下诏传位给你 明天早上你给我准备好了 等着上金鸾殿 等着百官朝拜 大明新帝 就此诞生了 谢谢公公 谢谢公公 我要做皇上了 都主 皇上在里面 不要京都任何人 先保护皇上离开 是 月楼 你这是干什么 你都还没有证明马天佑他到底是不是真太子 你怎么能假传诏书传位于他呢 我已经决定了 现在变数太多 我没时间 就算马天佑不是太子 只要我说他是太子 他就是太子 玉楼 你这样做会毁了大明江山的 我们会移出万年的 富人是人 我告诉你 我不但要写诏书 我还要去找皇上把玉玺拿来 明天金鸾殿上 我就让他登基 让百官朝拜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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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娘娘 玉花田 你 你在这儿做什么 你 你 是在找这个吗 我只想一刀宰了你 跟万玉楼狼狈为奸 假传圣旨 还想拿玉玺 你来得正好 我已经拿万玉楼没有办法了 你能救走皇上 是大明祖上的庇佑 你少跟我装可怜 要不是因为你 万玉楼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你勾结万玉楼 害了大明江山二十年 我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交给万玉楼 你给我闭嘴 我要当着百官和万民的面 揭发你们这对狗男女的丑恶罪行 什么人 姐姐 怎么会是你 我不是你姐姐 你也不是我弟弟 你根本就不是太子 你胡说 这里是玉玺 你想登基吗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就是太子的 我一定会登基的 来人给我拿下 是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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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准回事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说什么 李华天带走了皇上还拿走了玉玺 他还说要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召告天下 绿龙 我很害怕 怕什么 李华天 就凭他那点残兵败将想跟老夫高 他怎么知道皇上在哪 谁告诉他的 公公公公公 娘娘 他事不好了 于华天他带着玉玺逃走了 慌什么 你这废 我告诉你 于华天无论带走了皇上还任玉玺 我们都不怕他 现在朝中的文物百官都是我的人 明天我照样让你登基成帝 但是没有玉玺怎么登基啊 既然诏书可以做假的 我也可以让太子是假的 那玉玺 为什么不可以也是假的呢 皇上 我只是半年没有见你 为何你现在 藏楼成这个样子 督主 皇上一直被软禁在慈恩寺里 只见受了丹药之毒 可以说是病入高荒 所以才会被万语楼所控制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交代 明天一大早 我要全城的百姓 都来大运河的行宫外 我要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前 为皇上昭告天下 是 暑假这就去办 我会把这些人都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机不对 赵书和玉玺都准备好了 文武百官也上朝了 什么时机不对呀 公公 我为什么要脱呀 我千辛忘苦才穿上这身龙袍 我就不脱 不让你脱 你就跟我脱 这 你是天一吗 天一吗 师父 师母 我说过了 从今以后 我不想再参与任何事情 只想平平静静地在这儿过一辈子 胡忠誉 这件事你一定要知道 赶紧跟我们走 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去 你还当我是你师父吗 是的话就跟我走一趟 皇上在京城以北啊 玉龙山上的城北客栈召见万民 真的假的 皇上怎么在那儿呢 别说了 快去看看吧 走 快快快快 这种气话了看不着呢 我自己来 来 叩见皇上 快起来 快起来 来 让父皇看看你 朕是哭了你了 是父皇对不起你 你能叫朕一声父皇吗 父皇 是儿臣救驾来迟 是儿臣救驾来迟 我接了你二十多年的父女情义 我没有当一个后皇帝 我对不起我们的百姓 今天我要向我们的百姓请罪 皇上 皇上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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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起来 快起来 来 快起来 来 就是皇上 快起来 王上 快起来 找什么样子 这是啥王上 这是 快 快起来 皇上 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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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明的子民们 真对不住你们呀 真来迟了 今日 我要告诉我大明的所有百姓 东厂都主万语楼 独揽大权 祸乱朝纲 难得我大明天下 鸡犬不拟 他还设下假死圈套 礼带逃江 现在还在宫中兴风作浪 就连朕也一度被他软禁起来 如果不是公主救驾有功 朕今日还在她的魔掌之中 所以今天朕要让大家见一见我的大明公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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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宣布 由公主带兵 亲自挤纳万语楼 一举歼灭万贼和其所有余党 还朕一个太平天下 皇上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皇上万岁 万万岁 皇上万岁 万万岁 万万岁 皇上万岁 赵告天下 就是要把本公公变成朝廷的反贼 现在我已经不是东厂的督主了 这个白护堂也不是你的久留之地 那我们干脆反了吧 我们手上掌握重兵 害怕斗不过他们 当日本都甲子逃过一劫 皇上趁机提羽化田为两场的敞功 他现在手上我有两场的兵权 现在虽然东场的人都听命于我 但是有一天 以化田亮出兵符 我怕那前人会剑斧倒戈 到时候我们就会四面受敌 成丧家之权了 那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 只能看着他们重掌大权 现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咱们一定要冷静 公公 行成办法 再往就来不及了 宇化田也不敢造次 他把皇上藏匿起来 一定有他的苦衷 您的意思是 宇化田这招险棋有他的双面性 虽然他恢复了女儿之身 说服了皇上来惩治本公公 但是 你觉得东西两场的帆子会听一个女流之辈的话吗 那我们该何时出手啊 如果你是宇化田 你会把皇上藏在事情的客栈里吗 难道他们的目的是不是要回宫 而是要掩人耳目趁机逃走 父皇 您没事吧 之所以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都是拜那个万语楼所赐 如果不是当年我听信谗言 非要求什么长生不老之术 也不会落得今日如此序弱 这一切都是万语楼的阴谋 请父皇一定要坚持住啊 朕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兰妃 更对不起天下的百姓 虽然你的身份 现在已经昭告天下了 可是朕却无法把你带回宫中 是女儿不孝 让父皇受委屈了 不过至少今天 我们阻止了万语楼 辅佐贾太子登基的轨迹 父皇应该像勾剑一样 窝心长胆 暂时避到江南 等时机成熟 女儿一定迎接父皇 百嫁回宫 难道你想留下来 这里可是费极重重啊 满玉楼 现在手握东西粮肠的兵权 你要万一有个闪失 那后果不堪设想 朕不能再失去你这个骨肉了 父皇请放心 至少我手上 还握有东西粮肠的兵权 我要留下来 暗中跟万语楼周旋 只要有朝一日 我找到真正的太子 我就可以跟万语楼宣战 朕还有太子吗 难道他还伤在人间 父皇不要伤心难过 这些事情交给女儿去办 我答应父皇 我一定要找到太子 把范玉楼那给奸臣诛灭 公公 您真的认为皇上 跟羽化田会带着西场的鱼布 下江南吗 朕南王已被诛除 皇上若想保命 只有到江南避难 我们还有时间 那公公 风朝阳是被何人所救啊 赵怀安 只有风朝阳才知道 那个太子的身上独有的胎记 怪不得 他能天回来试探我 如果你不是 那谁是太子呢 当年赵怀安明明是把孩子送到了万马堂 难道万马堂还有其他的孤儿 难道会是他 你想到了什么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怎么那么少 你根本就没有死 我给你练什么墓碑啊 真是个傻瓜 你好好劝劝你这个徒弟吧 他到现在都搞不清楚状况 再这么下去恐怕要崩溃了 你去哪里 师父 师母 我要把这个玉皮修 送还给玉化天 她已经坐船走了 你上来找她 没事的 师母 她坐船走水路慢 我起码一定能赶上她 他们会到岸上补给 我就可以上船去见她了 即便是到不了 到了江南的时候 我会有机会接近他们的 虽然她现在是公主之身了 但是我应该有一个机会 跟她道歉解释的 封先生 封太医 您怎么来了 顾少堂 您怎么会跟她在一起 来 师母坐 过来 你带封太医来干什么 我跟你说 我那天在城北客栈看见你了 那你也看到玉化田了 她就好像没有死 而且啊 她现在还是大明的公主呢 真是要感谢上天 真是要给我一个 将功补过的机会 等会儿 这就是我带封朝阳 来见你的原因 人家玉化田知道自己是公主 那你呢 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来了 确实没错 这个太极我在帮兰妃接生的时候已经见过了 那就是说胡忠玉就是真正的太子 封朝阳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你还愣着干什么 看来我们应该跪下来叫他太子了 你们在说什么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太子 我只是个普通人 忠玉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只是少爷的一个仆人 我只是跟着胡人山队跑伤的一个小混混 不是 我不是什么太子 我不是 我不是 忠玉 胡忠玉 忠玉 胡忠玉 你已经跟胡忠玉把话说清楚了 我现在带你去看诊 你这个女娃就是心眼多 说是为了胡忠玉好 其实你就是想她斩断孽缘 不管她现在有多痛苦多难过也好 终有一天她会接受 羽化田是她姐姐的事实 到时候啊你就有机可乘 我没你想的那么坏 这事大家迟早都会知道的 只是包不住货的 我只是推波助拦了一下 再说了 赵大侠他们也没有责怪我什么呀 你就不怕胡忠玉恨你一辈子 恨我 让她一辈子都记得 总比转生就忘好 老怪我 你不用假惺惺地在这儿提醒我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做到的 我会照顾你下半辈子的 走啦 我是你的摇钱树 赶你都不会走了 刚才你说给我好吃的 东西呢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这还差不多 好 男左女右 这个胎记 我在帮兰妃接生的时候 已经见过了 那也就是说 与化田的右手 也有同样的胎记 风朝梁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你还愣着个人吗 看来我们应该 会起来叫太子了 如果你是公主 我怎么可以是太子 我不要做太子 我也不能做太子 我是不太子 人家不太子 你怎么就捐责了 焉烦的 你怎么做 要去做什么 然后你怎么做 如果有没有 行人 你还为我 你瞧他 待在那儿好几个时辰了 还自言自语 真恐怕要发疯了 这皇上跟余华天 都走了半个月了 他怎么还在渡口这样 只能说 你这个徒弟太痴情了 当时他知道余华天 没有死的那一刹那 什么都可以忘了 什么都可以不在乎 我也替他们高兴 他们俩能截后重逢 不过这下风朝阳 证实了他的身世之谜 简直是晴天霹雳 天一弄人 或许当初能够互相扶持 就是因为他们血脉相通 但毕竟是姐弟 现在真相大白了 他能得像一辈子都这样 消沉下去吗 时间会是最好的解药 只不过他需要 尽快振作起来 他要知道除了爱情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他做呢 好 不管胡忠愚愿不愿意当太子 我得把这个消息 告诉皇上和余华天 不然这辈子 我都对不住余涵 怀恩 你是一个江湖中人 真的要插手这些事吗 我已经搞砸了一次 不能再搞砸第二次 那好吧 你快去快回 我在这儿帮你看着这个土地 等你回来 我尽快回来 不见不散 参见公主 你不留在皇上身边 跑来京城做什么 公主 皇上已经在江南的镇南王府 安顿好了 你尽可放心 皇上龙体安好 还挂及着公主你的安危 皇上这次让属下回来 要联络朝中的文武忠臣 要助你一臂之力 等待你的好消息 这里是京城龙蛇混杂 最热闹的地方 这几日我住在这里 总算是有了些眉目 你回来得刚好 可以帮我一个忙 是的 客官 里边请 里边请 小二 一会儿来我这儿啊 小二 小二 过来 跟你说个事啊 昨天我家园外花了五百两银子 买了一副药 结果就把怪病给治好了 你家园外什么病啊 三个多月了 他就是尿不出来 还以为得了什么风流病 那是怎么治好 他找了一个神医 买了一副药方 结果当天晚上就尿出来 现在 这风流病 这么快就治好了 他当天晚上尿出一堆石头来 原来是得了尿结石 不是什么风流病 是吗 对了 听那个神医的徒弟说 他师父是什么 太医院的院判大人 当日在刁宝 他没把我解释了 没想到 那只是陈公公假扮我的替身而已 杜哥我当时太激动了 被这个老狐狸给骗了 还好 这个世上仅存的两张人品面具 都落在了我的手上 大妹 花瓶了啊 小妹妹 大小妹 小妹 我看看 我看看 这 这 这不行 来 给我特别给您包上 您慢走 看看这小姐 您哪一看 真是好的英识粉啊 好啊 你就是绝世神医 神医怎么这么年轻 神医不在这儿 请回吧 这可怎么办 我娘快要死了 我是听别人说这里有神医 我才急急忙忙跑过来的 有神医是不假 但不是人人都见得到的 还望姑娘指点迷津 救人一命胜早气急浮沓 神医有三不一 第一 宫里的人不一 第二 没钱的人不一 第三 不是齐男杂症的人不一 我有钱 我有钱 只要你们能治好我娘的病 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们 你们家住哪儿啊 我以后不出来看着你 被你从早推到晚 你又收了那么贵的忍费 我又没什么好处 师傅 我都已经对你包吃包住了 你还想怎样 我没有你这么不孝的徒弟 我也只是你的工具而已 这 这证明你饱刀未老啊 你看 凡是被你治好的人 都称呼你神医啊 人怕出名猪怕壮 别这么张扬好不好 你还想不想吃好吃的了 你还想不想吃好吃的了 今天给我准备什么了 二位终于来了 这位就是 绝世神医 来 钱准备好了吗 病人在哪呢 在相仿里头 他怕光不能吹风 请二位跟我进来 哇 怎么这么臭啊 娘 沈医看你来了 这 娘得了什么病啊 她腿上长了一个大疮 长了个疮 把这猫毯拿开 你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这个东西长得真的很识人的 你不拿开沈医 怎么给你娘看病啊 拿开 我 好臭 我娘得这个怪病已经很久了 它不只是一个大疮 而且还会说话 好像 好像是恶灵附身一样 师 师父 咱们还是走吧 快 把你们咬死 你们不要再装身弄鬼了 医术上虽然有人面独创这个记载 但是刚才所发的声音 明明就是富裕 你们千方百计要老夫出来 就露个真面目吧 怎么会是你啊 愿判大人 我终于找到你了 雨公公 她什么雨公公 她是公主 你都已经是大明公主了 还搞什么花样啊 我问你 你在哪儿学的易容术 把我都骗过了 那是因为我有了人皮面具 想画个妆很容易啊 量你也只知道一点皮毛 要让你易容风朝阳 你也没这能耐 你在哪儿找到的人皮面具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易容术在江湖上已经消失很久了 除了我的叔叔顾直锡之外 没有人能够做出人皮面具 原来那个人就是你叔叔啊 你见我叔叔 他在哪儿 你叔叔一直在帮万玉楼为虎作仓 可惜半年前 在东门被锦衣卫给杀了 这 这个是他的遗物 我叔叔死了 这 如果他死了 这江湖上就失去了人皮面具了 没有人做得出来了 你这个笨蛋你 你白白浪费他的宝物 看你心疼的 哪天我心情好 把剩的那张送给你了 真的 我才不稀罕呢 我问你 这次回来干什么 明知故味 我告诉你 就算你找到了风朝阳 你也不可能撬开他的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公主 我已经把消息传出去了 顺便买了些干粮回来 那他说了什么时候要见我吗 我在宫外守了一天一夜 好不容易才收买了一个公公 他答应我把消息传给马天佑 那他收了你的钱 那会把话传到吗 我也不知道 我进不了五门 不过那个公公告诉我 太子还没有登基 难怪如此 他还没有当上皇帝 所以没有办法迎接我 老柴 我不是让你打听顾少堂的下落吗 现在怎么样了 有消息吗 咱们到墓盐都会留下痕迹 我知道了 我知道老板娘在哪了 你想 当日赵怀安他们一行离开大漠 现在他们肯定在一起呢 那好吧 那我就等太子的消息 胡忠玉就让个顾少堂吧 那我怎么办 我是陪着你们等太子 那晚上先去找老板和老板娘 我需要太子的帮助 也需要胡忠玉和顾少堂的头脑 属下叩见都主 打他闹什么消息了吗 回都主 我们派去江南的人回报 皇上确实在镇南王府 西厂的旧部在那保护 一直没有羽化田的下落 还有呢 我们查到西厂的人混入京城 好像在皇宫里与官员勾结 把这些人的名单都给我记下来 密切监视他们的行踪 是 还有 马天佑呢 今天早上有人在宫外求见 要见太子殿下 什么人 好像是大漠来的胡人商队 太子匆匆离去了 要见太子为何不在宫里找见 马上派人去盯紧他 随时向我汇报 是 走 莫非 这小子找到太子了 好 您走 那你